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 阿迪利·亚森 有请 睡着了 他没记保险是吧 没有记安全绳 太牛了 难度增加 大家注意看下面这个展示 这是一把特殊的座椅 只有两个指点 太牛了 稳如平地 挑战在不断升级 厉害 独轮车 阿迪利将要展示的是 在钢丝上骑独轮车的绝技 大家看这个独轮车 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他的重心是在 独轮车的一侧 是偏的 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挑战 大家多鼓励 他是弯漆的 你看 对 这是弯漆的 他这个自行车本身就是偏的 他怎么找平衡 绝活 女生 帮他 救护 我 肯定是 你 这是 或者跳舞 我 叫人家 造型 或是 那 我 说 特别 我 叫人家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瓦子它和我们普通的走钢丝有区别吗 在你们家乡 我们传统的打瓦子是不能带保鲜的 不带它都危险呀 我觉得不危险 你有在上面走走走突然大晃的时候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 就是一股风过来 觉得有点不稳这样情况有吗 没有 就是我在下月的时候呀 然后风大的时候也走过钢丝 从来都没有失误过 从练习就没失误过 对 我两岁半就开始懂人心了 这真正的童子公 三岁的打瓦子表演者 麦盖提现的小阿迪丽江首辅献计 成为年龄最小的打瓦子表演奖 这小家伙平衡掌握得极好 还很好学 三米高 四米高 十米长 二十五米长 现在小家伙能在长两百米 高八米的钢丝绳杖独自行走 这在新疆 这块打瓦子艺人备出的土地上 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天哪 还叼着奶嘴呢 天哪 好可爱哦 在回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好搞笑 对 对 特别搞笑 但是太厉害了 这就是天赋 叼着奶嘴的时候可以走钢丝 第一次上钢丝就是两岁半的时候 我的外公还有我舅舅 我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家里每天练走钢丝 我在一边玩 一边看他们走钢丝 有一天中午他们吃饭进去家了 然后我一边拿平衡杆 直接上爬岛上钢丝走了 然后走到三米的时候 第一次就走到了三米 对 第一次走到了三米 然后我舅舅和我哥哥看到我走钢丝了 然后他们生气了 把我拽下去 然后我舅舅一边想 就是他哥哥为什么学了五年以后 才能走钢丝 他就一次就上次走了 就可以走三米 对 后来就开始正式开始学习对吧 正式学习 来 准备 计时开始 这是阿迪丽几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五岁 倒着走啊 这已经是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 我们看这个高度应该已经有 八米高 八米高 五十米长 而且是蒙眼 倒行 对吧 我表现太厉害了 在中央电视台 这跟平时在新疆表演 当家乡观众演就不一样了 对 等于全中国的观众都在看 那你才几岁蒙眼 倒着往后走 当时家乡都轰动了 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北京回到家乡的时候就是好多人接我来 给我很多鼓掌 然后给我举起来 为我骄傲 就是他们觉得能到北京的人一定要骄傲的 很厉害 而且你看那个阿迪利还创造了很多世界纪录 对 在2016年我打破了两上世界纪录斯纪录 第一项就是我在钢丝上站 放在椅子上面站在五分钟的世界纪录斯纪录 其实刚才我们看阿迪利表演的时候 那个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那个椅子就两条腿 对 然后你可以坐在上面 然后第二个世界纪录斯纪录就是高空生活 高空生存了八十天的纪录斯纪录 一次都没下来过 有两个架子 一个架子上面有一个小屋子 我在那个小屋子里面就生活了八十天 一出来就是钢丝 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在下面他们给我做 扔上去吗 然后我把绳子 拽上来 拽上来 睡觉也在天上 对 我的天 这是里面的构造 一个小单身床 对 还有电脑 没网 没有网 没有网 对 没有网 然后等于睡醒了之后 就要出来表演 出来表演 然后 这八十天每天要表演多长时间呢 每次表演就是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 每天十五次十六次表演 而且也是很疲劳的战术 由于很高 而且也没有保险绳的保护 对吧 对 其实也有点危险 所以表演完毕之后 回到地面上 获得了两项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认证 对吧 很厉害 谢谢 现在的一个学习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还有多少人 在从事这样的表演 就是以前 走钢丝的人特别多 能走钢丝的人特别多 但是现在 走钢丝的人越来越少了 全中国不到三十个人 走钢丝 全中国就不到三十个人 在走钢丝 对 不到三十个人了 以前我自己有十几个学生 跟着我一起去走钢丝 后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呀 爸爸妈妈 他们不通意他们走钢丝 担心他们的安全 然后有些学生就是 打袜子训练特别酷 比较酷 比较酷 然后他们不想学 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 我最害怕的就是 以后看不到走钢丝的人了 所以我继续努力 创新走钢丝 然后很多年轻人来学 喜欢走钢丝 我要串通下去 他和楚迪 两个年轻人 都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对于传统 这种艺术传承的 这种信心 这种决心 不断地去创新 然后演给大家看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 他才能够了解 才能够喜欢 才能够传承 对不对 对 那第二点就是 我个人对你的 一点小的建议 我特别担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一件事情 你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挫折 或者危险的时候 你反而会容易粗心大意 所以我特别真心地希望 一定要注意安全 带给我们更多的表演 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舞台留给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不会是在那个杆上唱吗 好地上唱 期待下一次 有这样的挑战好吗 好 加油 祝你好运 谢谢 我想这是个奇迹 人群日终于遇见你 一个眼神偶然传递 我的心就属于你 你像山花的美丽 天生魔鬼都着迷 我在风中听你的笑声 花盛开在小声里 风都在割碎你 而我失去了勇气 怕你 怕你不能了解 我一见如今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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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不能了解 我一见如今的心意 我一见如今的心意 我一见如今的心意